旺角有幾百人聚集表示要救密和不斷過馬路 警方拘捕了12人 一批市民不斷在旺角兜圈,警方沿途戒備 在彌敦道近市郵街,一名男子被警方制服在馬路 一度惹來市民不滿,警員捉成人鏈在路邊左隔 大批市民已經連續第三晚去到旺角,留年聲稱要救密 他們在西洋蔡南街介乎山東街和市郵街一段聚集 警方在晚上10點提醒他們,行人村用區的時間已經結束 要求他們回到行人路,有人不滿,和警方爭拗 警員亮出警棍將市民推回到行人路,並且設置封鎖線 防止有人衝出馬路 早前有一名青年在旺角被警員截查,搜查他攜帶的背囊 引起在場市民不滿 抗爭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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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凌晨1點,示威者去到亞街路街,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潮聯小巴線總站聚集 向小巴司機示威 有警員到場維持秩序 但示威者不斷向警員學倒彩 有人嘗試衝出馬路 警員隨即上前驅散 混亂中有人倒地 警員將其中幾個人士 按在地上鎖上索帶 將他們拘捕 混亂後有人倒地不息 要由救護車送院